说到葱油拌面 这几乎可以说是上海的半张名片 外面很多餐厅小店都会走 但今天要送上菜谱的是这家 位于老景江北楼的夜上海餐厅 浓重的老上海氛围 仿佛让人感觉回到了80年代 而这边很多服务员和大厨 都是从餐厅开业做到现在 包括这位曹大厨 可以说是餐厅历史的见证者 这边不仅是曾经明星来上海 必打卡的地点 甚至名气一度大到 让很多知名饭店都眼红不已前来取经 因为有曹大厨掌勺 所以基本上店里很多菜品也保持着老味道 包括糖醋大黄鱼的糖醋酱汁 采用全发酵的做法的速生煎面皮 还有外面已经很少卖的 只存在老菜谱上的肉丝黄豆汤 据说一度还是杜月生的最爱 而不变的还有这份葱油拌面 原料准备好后 首先开始熬葱油 第一步先要把葱炸香 做成葱油 冷锅下油 葱白葱叶要分开 然后先放葱白炸 先把葱白炸香了以后 再放葱叶 因为葱白的水分比较多 一起烧葱白没好了 葱叶已经炸焦掉了 葱白现在开始有点变色了 然后可以放葱叶了 炸葱的时候一定要把葱叶里面的水甩干净 否则炸的时候它会放在油里面会爆出来 熬葱油时用小火让葱香味慢慢升入到油里 记得当葱叶颜色变金黄 就可以关火利用锅的余温继续加热 葱油一次用不完可以放入冰箱里冷藏 另外调酱汁曹师傅也有诀窍 锅子不用洗 然后呢因为里面的油流下来呢 又带了很多那个葱的味道 第一步呢是加水 接下来倒入一份生抽两份老抽 另外让酱汁口感更丰富的关键 在于用香菜和芹菜提香 煮开后加入一勺白糖 搅拌至其融化 即可关火盛出备用 煮面最好选用细面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下面了 我们把面慢慢抖开以后 然后放到水里 选用细面可以更好的将面和酱汁拌开来 煮面期间先调料 口味根据个人而定 面煮好后趁热拌开 再放上几片葱叶 好好了老上海的葱油拌面完成了 曹师傅觉得有些味道就应该是不变的 所以闲暇时他也总爱去翻翻老菜谱 还原一些老菜品 味道的把控他也会亲自调试 他说只要店一直开下去 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想要个第一个 告诉你自己做的 想要当时告诉我的想要 就会肯定人赢的嘛 所以过得老开心 你看一着来娃娃都要来切娃 所以规矩还没好